好 好 沒有想到今天的台北還蠻冷的 大家好我是TOTA 我現在來到了台北市的信誼區 新一區算是台灣拉麵的一級戰區了吧 你們還記得嗎 上次我們來新一區 我們體驗了什麼叫做 來自日本的博多拉麵 一蘭拉麵店 可是那次我們的體驗 似乎好像 然後我們上次有提到 在新一區這裡 有更多好吃的拉麵店 可以一起來體驗 那等一下 我們就一起進去點餐 吃東西吧 GO 沒有想到進來要涼額溫了 OK啦 我們現在已經進來店裡面了 好 那我們今天先來點他們的赤王好了 就是辣味噌拉麵 醬汁濃度濃 蜜製風味有超濃 蒜蓉超多 這是一定要的 然後叉燒肉的話 我們點帶有脂肌肉 我們點帶有脂肪的豬腩肉 越油我越愛了 它這邊有密製鹽汁醬 是說到這邊 之前我有看到留言有人說我吃的口味太重了 這麼重的口味吃法比較不適合給各位做參考 所以這次我們就點它1到10星 然後它推薦的是1到5星之內的 那我們就點5星就好了 我們不要點太拉 在麵條的部分 他們這邊有提供細麵跟泰麵 細麵就是博多拉麵 泰麵就是粗的拉麵條 然後我比較喜歡吃細麵 那我們就點細麵 超硬 就是這個部分並沒有說好或是不好 頂多就是大家依自己口味去做選擇 那我們來點餐吧 哇是說他們拉麵店有提供冰水 所以說現在外面天氣大概只有16到17度而已 因為在日本那邊 他們的水都是水龍頭一打開就可以喝的 所以一般餐館他們提供常溫水的話 可能會被覺得沒有誠意啊 所以這麼冷天氣一樣提供冰塊水 我覺得真棒 哇我們的拉麵來了耶 我們就準備開動吧 好那我們先喝一口他們的湯如何吧 哇我覺得可以耶 這個口味還蠻濃的 真棒 那在吃麵之前 我們先將整碗麵拌均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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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吉利的豚骨拉麵 搭配辣味噌 真棒 在吃他們麵條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他們麵條上吸滿了湯汁 還有豬背汁 麵條吃到口中之後 它的香味會直接爆發開來 炸滿你的嘴巴 感覺好舒服喔 好啦我們的第一球麵吃完了 那我們再來跟他們加麵吧 是說他們的吧台這邊有提供一些小菜 像是豆芽菜還有辣酸菜 那我們就先來吃一點豆芽菜看看吧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的加麵也來 那我們就先把麵加下去湯裡面吧 再來 吹下去 Nagi拉麵啊 它是我覺得比一蘭還要更好吃的店家 他們都是使用波多拉麵 所以你吃每一口 它可以把湯頭的味道 完整的送到你嘴巴裡 我很喜歡這樣吃喔 然後我們加一點芝麻嗎 哇 哇 他們湯頭這樣灑上白芝麻 超讚的 十分推薦各位這樣吃耶 哇 他們湯頭這樣灑上白芝麻 他們來吃吃看他們的肉吧 我剛剛不小心吃得太旺喔 這塊肉已經被我咬掉一小部分了 呵呵 那我們來吃吃看這個肉如何呢 它這塊肉充滿了排式滷肉的感覺 它使用了甜醬油去滷出來的滷肉 我覺得還蠻棒的 那我們等一下再加麵之前 我們先吃吃看他們的小菜吧 嗯 雖然說它這個味道跟一般熱炒店的 涼拌毛豆還蠻像的 可是他們將豆拉菜炒得十分軟嫩啊 而且很入味 對 不好意思請幫幫我加麵拍一碗白飯 好 我們剛剛點的加麵還有白飯都來了 這個白飯我們先放旁邊 等等再告訴各位我推薦的吃法 那我們先來加麵吧 好 這一碗湯它的湯已經所剩無幾了 但是我們只要留一點湯就夠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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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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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加這麼一點胡椒就好了 最後我再加上一點寬布醋 然後攪拌乾 然後攪拌攪拌拌 攪拌 好 屬於自己的家系風格吧 好好吃喔 有一股很濃厚的拉麵胡椒味在你嘴巴也炸開來 然後隨之拌來的則是它的湯頭 還有酸菜的味道 昆布樹它讓我們吃下這口飯之後 燒早的油膩感都消失了耶 我覺得真棒耶 我們燒早的飯再加上蜜汁的味道 不得了 感覺這頓拉麵吃得好舒服喔 那等一下我們就準備去結帳囉 我們已經吃完拉麵了齁 為什麼我們要來Nagi這間拉麵店呢 是因為Nagi它這間拉麵店也算是我的日式拉麵啟蒙吧 當初 人生中第一次吃正統的日式拉麵就是吃這一家Nagi 然後那個時候我對日本拉麵的概念大概就是說 那種外面一碗99元的拉麵而已 可是直到我吃到這個拉麵 它的那個味道還有那個口感 讓我瞬間愛上了日式拉麵 日式拉麵這種濃厚的韻味還有它的麵條口感 都深深的奠基了我心中日式拉麵的基礎 所以在今天特地為各位帶來這一間拉麵店 如果你平常就有在接觸日式拉麵的話 我相信Nagi的口味你並不陌生 但是說如果你是拉麵初學者的話 我十分的推薦這一間拉麵店 作為你的第一間日式拉麵 我個人是覺得它這個價格是蠻親民的 如果以日式拉麵來看的話 假如你有吃過而且你有推薦的店家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知道 我看到就會去回覆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假如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好冷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還有開啟小鈴鐺 以獲取我每次影片更新或是直播的通知喔 那就祝各位有一個美好的拉麵日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